弟兄姐妹,欢迎收看卓越一家人 有一群人,他们的服饰很不一样 每天晚上,他们熄灭会躺每一盏灯 检查每一扇门是否有关好 直到一切妥当,才安心躺下休息 这群人被称为教会守护者 今天,就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故事 教会守护者就是每个礼拜的每一天 都会有人来教会这边晚上,负责巡逻教会 确认一下门窗啊,有没有关好啊 然后有没有外人在这边 对,然后确保会堂的安全 这个胡适在我听到的时候呢 我是想说 他们大概跟我讲说就是在保护教会 所以在教会这边 就是这个晚上就是你负责整个会堂的安全 就刚开始是因为习惯在家里面洗澡啊 睡自己的床 所以来这边的时候不是那么适应 就是你会觉得 哇,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我有很多地方需要去检查 自己会觉得哇,空荡荡的 真的蛮孤单的 一开始的确会有点小害怕 后来就习惯了 就觉得,嗯,不会啊 觉得蛮有趣的 教会就是我们的家啊 那我觉得保卫自己的家 然后看顾自己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教会又这么大 就势必要有人参与在这个服饰当中 这个服饰有需求 那我能做到我就来满足 认真的把每一个门都确认好 有没有锁好啊 门窗有没有关好这样子 每一个器材 每一个地方 我们都要守护好 所以才叫教会守护者 谢谢教会守护者奉献自己 保护我们的家 作为一家人 我们下周见